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今天还是访问一下 宣化上人 宣化上人您好 那昨天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鬼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 在我们这些平常人来说呢 对于这个鬼来说呢 就是听得很多 比如说有很多种鬼 各种各样的 甚至有些人呢 他还说他看见到鬼了 那实际上这个鬼呢 在这个世间上呢 他的存在于 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或者怎么样呢 鬼的确也有鬼 佛也的确有佛 人也的确有人 如果没有人呢 就没有鬼 也没有佛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因人而有的 那么人死就是鬼 要是不修行 你要修行呢 可以回着生天生 就做神人 先人 你要是回着 正俄罗汉国 挥着 做这个 圆角 俄罗汉就是声闻 声闻 这是四国的圣人 那么圆角呢 就是 闻佛十二因缘而悟道 开悟了 这叫圆角 又有菩萨 菩萨呢 就是 他发大成心 只要救人 而不顾自己 所谓舍己救人 他遇到 必要的时候 他能把自己的生命 都布施出去给人 把自己这个身体 能 舍给人 所以他一切一切都能舍 跟佛呢 佛是一个 自脚也圆满了 脚踏也圆满了 那么脚横圆满了 这叫三脚圆万得俱 顾名为佛 那么无论是佛 是人是鬼 都是从我们这个灵性 而成的 所谓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皆堪作佛 也可以说 一切众生 皆有鬼性 皆堪作鬼 也可以说 一切众生 皆有人性 皆堪作佛 那么你 心里存那个佛心 将来就是成佛 你存一个菩萨心 尝试利益人 帮助人 这就是菩萨 你要只管自己好了 不管他人 这叫升文圆角 这是二称的人 你要 静坐这个善功德 愿意做好事 这可以升到天上去 这是天上人 天人的福报 很多 那么恶修罗 至于这个每一戒里 他这有十法戒 每一戒里 他又有千十万别 种种不同的 这个因因果果 所以 种善因 就解恶果 没有这个道理的 种善因 一定解善果 种恶因呢 就解恶果 所以你种佛因 就解佛果 种菩萨因 就解菩萨果 种生文圆角的因 就解生文圆角的果 你种天人的因 就生到天上去 种恶修罗的因 就生在恶修罗里边去 种人的因 就生在人里头 那么种畜生的因 就生在畜生里去 做恶鬼的因 就生在恶鬼里头去 种地狱的因 就做地狱去 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己造的 并不是旁人预备一个地狱 预备叫你去做恶鬼 预备叫你做畜生 不是的 所以你自己做什么事情 就受什么果报 你种茄子 不能生辣椒的 所以这个就是 瓜得瓜 种豆得豆 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的问题 这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因果 所以你种鬼的因 将来就做鬼 原来是这样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暂时到这里 明天我们还会继续的 谢谢大家